欢迎收看新台湾上线 今晚节目没有极限 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猜到 我开场要说什么 出大事啦 血流成河啦 上煮菜啦 今天一大早吓死人了 原本我早上还在苦恼 今天新闻怎么淡淡的 不知道晚上要聊什么 就看到这个画面 竟然今天早上 检调缤分四十几路 跑到了沈青青 跑到了台北市议会 去做大幅的搜索 而且把易小暉 把沈青青全部抓过来 来一一的讯问 这就是今天超级大的场面 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今天除了检调之外 连政署也加入了办案 甚至在台北市议会 你看到搬走了一箱又一箱的证物 就是希望能够把最后证据的一块拼图 把它拼起来 今天一早柯文哲出来 受访的时候 没想到记者问柯文哲说 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 阿伯过去了不起说 你再问我要生气了 阿伯竟然气到 阿伯竟然焦虑到 问记者你是哪一台的 哇阿伯的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因为 阿伯的政治生命可能真的在倒数了 请早在两个礼拜前 我们就跟大家公布这个忠实的读家 这个忠实的读家 除了讲说阿伯现在的案子 比如说呢 包含什么什么什么果菜市场 包含金华城 包含四北科 全部由林俊妍检察官来去查 那包含呢 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政治现金金流 叫做唐仲庆检察官来查 这东西我们上上礼拜就跟大家讲过 可是这个新闻有个独家 说什么呢 说唐仲庆检察官跟林俊妍检察官 都并到北柬天下第一组的宗主来侦办 可是这个宗主的主任检察官呢 在8月29号正式上任 大家看一下手表 今天8月28号 大家闻一闻最近的政治氛围 有没有感觉所有的检调 好像想在主任检察官上任之前呢 把所有的拼图都完成 所以今天就我们了解 包含沈青青 包含英小卫 全部列被告 那阿伯还能撑多久呢 他要请假党主席 自提中评会 这个请假是真的请假吗 这个请假是托估还是请假 还是写遗书 晚点节目都会来跟大家 好好的分析 可是更惨事情是怎么整个案子开花了 沈青青写了一个声明 真的怕死人 沈青青的声明如下 我从年轻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官员妥协过 或送过红包 怎么看都是隔空窜秤 怎么看都是在跟柯文哲打pass 下去更扯啦 他说我不送红包 更不可能送柯B红包 那种人 怎么有可能 有办法谈条件 甚至他的声明 实在太厉害了 他说什么呢 反而是当时柯市府的一位官员 透过他人 来明示要过红包 我立刻拒绝 哇 要狗咬狗一嘴毛了吗 为什么沈青青在他声明中 要特别强调 或特别的明示 有一位柯文哲市府的官员 来跟我沈青青要红包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另类的 威胁柯文哲呢 所以沈青青的声明 是能够止血 还是让检调多抓住一条呢 晚点节目也会讨论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今天一大早 检调缤分四十几路 要去搜索所谓沈青青 要去抓所谓硬小威 可是沈青青竟然传出 在七月中的时候已经出国了 可是呢 出国避风头 避了两三周之后 发现好像没什么事 就回国 结果一回国 今天早上就被抓走了 沈青青 我就叫你要看新台派上线 新台派上线就跟你讲 八月二十九号才会抓人 你怎么可以在八月二十九号回来呢 应小威 听说昨天晚上要冲去香港 因为被限制出境 在海关被拦下来了 这些事情是真的吗 晚点节目也会跟大家 解释最后大场面 怎么没有大独家呢 新台派的低潮 是深之又深 深不适海 今天应小威被抓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不是只是说便当会吗 不是只是说 议员接受金华城业者的成情吗 为什么搞到应小威被列被告呢 今天新闻有个独家 金华城案应小威两次透过官员 邀官员到办公室方案 催生方案是自创容积奖励 这个方案是很复杂 讲白话文 就是在金华城过程中 写一大堆什么绿建筑啊 回馈什么 这啊那这啊那 就给你龙击奖励 奖励到八百多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由两个应小威办公室内部的神秘会议 来拍板来决定 刚好这两个会议的会议记录 又浮到新台派的低潮了 第一个会议 109年6月23号下午1点40分 另外会议 109年7月1号下午4点 都在应小威的办公室召开 会议的结论晚点会跟大家详述 可确实如同联合报独家一样 由应小威都发局的官员 以及金华城的代表 来共同敲定这个非常奇怪的龙击奖励 所以今天新台派上线 独家帮大家解密这些会议记录 甚至你以为应小威只开过这两次会吗 我们拿到所有应小威帮金华城开的会议的清单 这个清单从第一次开会 到23次开会时间地点都有 你没错 应小威光是帮单一的业者 就开了超过23次以上的协调会 什么事都通过应小威瞧 什么事都通过应小威跟台北市政府沟通 应小威到底跟金华城 有什么对价关系 晚点节目也会跟大家分析 进入节目的讨论时间 下期介绍有今天的来宾 第二位是民进党政委职计长王立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争美姐王瑞德 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民进党立委 林曲线 军演委员你好 大家好 很久没有跟军演委员同台了 自从这个我们周五同事之后 对不对 今年三月后就没同台 今天军演委员幸会 幸会了 再来是政治校的范世宇 范老师你好 大家好 第一位是立委员荣誉顾问 陈柏惟 三哥你好 大家好 三哥 第二位是民进党新委员 卓冠领冠颈 你好 真的好 大家好 第七位是今天躲过一劫 没有在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 民进党台北市议 洪建议 建议哥你好 大家好 好 进入讨论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大场面 我谢谢大家的关心 深圳不怕女子协 OK 好不好 因为现在是被北姐面为被告 没关系 没有关系 面对镜头强调自身清白 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遭检联单位带回 由于涉嫌 当年侵华案牵线人 被列为被告 前一天出国 他在机场才发现自己被禁管 28号被拘体 连同住家以及办公室都被搜索 今天刚好来加工 微经集团总部 也是检联这次的重点搜索地方 一早检联人员就忙进忙出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青 清晨在家 错误被带走 也被列为被告之一 住家一并被搜 中华城案延烧 检联大动作搜索约谈 一共带回6名被告 包含省庆金 以及陈玉坤 另外应小威人马则有4人 其中包含男友 以及2名助理 检方掌握107年到110年 6人涉嫌 贪污违背职务刑收贵 并且掌握应小威的相关资金 28号搜索48处共约谈18人 其中9人复训后将移送北剑 而省庆金被约谈期间下午也对位声明 从不送官员红包 更不可能送柯P红包 柯P也没要过 意外爆料 刘昊市府跟柯市府当时有官员所会 因自己拒绝 导致金华城申请容机不断遭到报复 2015年曾有网友发现 应小威跟省庆金同班飞机 当时应小威回应 两人只是巧遇打招呼 并非坐一起 我觉得在这之前 柯前市长应该跟省庆金 或是魏京集团的人 就已经有认识了 所以现在检调除了查 这个公文上有呈现的这些记录以外 更应该查他们有没有 一些私下的接触 应小威疑似在金华城岸 牵线与柯的神秘变当会 简连这回Z出手 柯文哲恐怕很快就是下一个 调查目标 冠亭血流成河 我们期待这么久的大肠面 分享到幸福 不是 现在事件来得这么突然 现在几天早上就开始搜索了 大肠面真的来了 今天早上 这个闲调在发动搜索的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点 柯文哲出门接受采访 但他的采访的画面就知道出大事了 为什么 媒体问他说 你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 他这样说你是哪一台的 这个太没礼貌了 生气了 我关心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魏京被搜索的时间 大概是六七点 柯文哲七点十五出门的时候 遇到这个媒体在守候 我们不知道柯文哲知不知道 魏京被搜索 但他表情明显不对 记者先问 怎么看郑文燦被交卯 柯文哲居然呛记者 你们会吵到邻居 过去几年来 你在家门口就不会吵到邻居 天天吵的 因为出大事了 好 今天早上真的是简连出动 第一步先去搜索 微经的总部 我今天看到搜索微经总部 我整个吓死了 表示要抓最关键的人 我们看的画面就是搜索 微经总部的画面 车子进进出出 你看微经大楼剪掉了车子 这样进进出出 兵分43路 这个微经上班的人不是吓死了 出什么大事了 对不对 那后来真的出大事了 抽完微经大楼之后 居然冲了大家认为相对安全的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议会哪有什么相对安全 现在冲立法院都家常变半了 以前觉得好像立法院冲很特别 市议会冲很特别 等一下这是易小威的研究室 对后来把他带去旁边的小房间 易小威被押到旁边的小房间 聊一下交换一下意见 对 然后谈完之后 后来就把易小威给移送了 移送易小威了 所以跟金华城有关的所有单位 简连是非常非常罕见 你想想看每一路不可能两个人 是 也不可能一个人 每一路至少五六七八可能 所以一大早三四百号人马 好好当上出发 全部放出去 没有只差一个关键的点 柯文哲那边什么时候去 是 对所以现在阿伯是不是冲了一旦 北简这次来真的 天下第一组 宗主来侦办 对 我跟大家说这个宗主很特别 因为明天 宗主的主任要上任 因为这是八月二十的行为 对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预告 因为阿伯案子全部归到宗主来征判 对 可新的宗主主任检察官 江振瑜将于八月二十九号上市 不就是明天 对 明天上任 所以法界呢 今天我特别问了一些法界朋友 他们说呢 这个叫做明天掌官要上任前送你一个礼物 因为调过去的检察官林俊妍 就是江主任江振瑜在宗主的伙伴 是 他们两个一起从爱祖调到宗主 但林俊妍 林俊妍他就是之前在爱祖调去宗主 对 所以现在法界也这样讲 是 他说为了办这几个相关的案子 把相关的这些检察官也都并到同一组 林俊妍说真的 栽在他头上的人很多 林俊妍过去 其实他专门就是办贪污罪 然后去年调到北检 专门办阿伯这种 黑金的案子 然后他对于政治献金案 有非常多的见解 另外一个是唐仲庆 唐仲庆不是调来的 但是他特别的地方是他专门办贪污案 而且他办内宪交易案 对 他办虚拟货币案 对 他是中组版检察官 明天不就是柯文哲的day one 对 其实我大胆研判 三个案子之后 这个组都会一起办 好 然后呢 今天这个搜索 威京完之后 北检对外就讲说 我们会说明吗 现在关键几个点 现在几个人已经变成被告 第一个 沈庆经 陈玉坤 应小威 等等等等 等一下沈庆经不是徒利罪而已吗 不是 那为什么会变被告 对 现在呢 大家 比如说我是公务人员 我对你好是我被告啊 你为什么要被告 那是不是有贪污 行贿 对 是一个相关的案子要告嘛 验者变被告了 对 所以 6名 本来传惠6名被告嘛 12名证人 18人到案 那另外关键人是应小威嘛 对 刚刚讲说应小威 冲进去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他刚好在市议会嘛 对 应小威的角色是什么 协调会 是 应小威角色在刚刚就是穿针引线 对 他也有状况嘛 对 所以沈庆经 应小威都被列被告 那我们刚才讲了嘛 一开始呢 冲到议会的时候 应小威又在研究室里嘛 对 然后呢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 征讯 然后呢 签讯完了之后 应小威被到市府的办公室 对啦 我跟你讲这很惨哦 这是应小威对不对 对 他被带出来的时候 这一个就是他应小威被带去的会议室 外面多少媒体在等他 没有啦 那检察官跟他聊一下嘛 聊什么 所以外面全部都记者 你看到了吧 对 聊什么不知道 但应小威现在好像很有信息咯 是吗 应小威讲 深圳不怕影子邪 不论是小市民集团任何人身为民态 该做的事情 协助陈情转治台北市政府协助 自己坚持做对的事 深圳不怕影子邪 那深不正咧 深不正的话就要讲接下来这一 part了 是 正好 台湾办谈虎办土利啊 对 没有过那种什么 议员有事啊 官员没事的 对 议员只有建议权 对 议员叫他讲 我只能转成情 对 关键最后谁盖章嘛 对 谁负责 可是你现在应小威已经被抓进去了 对 被带走了 因为这就是我们之前踢爆了 3月10号 4月21号跟8月10号 都是2021年的 是 三场关键的便当会 这三场都共同有几个特色 金华城 龙基安 对不对 3月10号 市府代表有谁 柯文哲 加应小威 对 4月21号有谁 柯文哲 应小威 对 8月10号有谁 柯文哲 应小威 等一下 这边我要为我自己产冤 这是我踢爆的嘛 你踢爆的 三场关键会议 对不对 我是不是故意说不是应小威 呃有 是不是阿川上节目上一半 对 传续跟阿川讲说不是应援便当会 对不是 应小威 说出你名字的是柯文哲 不是我好不好 不要再 我从容到尾都没有讲应小威三个字 不要再贵你真好了 是柯文哲隔天受访说 没有什么神秘会议 就是应小威的便当会 柯文哲把应小威捅出来的 对 我不能不公布会议 对 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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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关键是这一点 应小威如果有事 柯文哲你是是否代表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你会没事吗 我就问嘛 应小威列被告 对 沈庆青被列被告 柯文哲会没事就对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彭正生下没事 那他没事 那谁有事 对嘛 那阿伯真的抓了一蛋了 阿伯真的出事了 现在我要问瑞德哥 瑞德哥你是真的看过非常非常多大场面 今天的收牙真的是神鬼交锋 第一个要抓沈庆青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消息很混乱 有人说人在中国在杭州没有抓到 有人说沈庆青跑到机场被拦下来 后来才发现原来沈庆青早就在7月中就出国了 出国了一阵子看起来风头好像过了 又回到台湾 结果回到台湾 昨天直接被 今天早上被扶晓出击被抓 应小威更扯 听说应小威昨天晚上 要去香港 我不要讲潜逃了 就在机场被拦下来了 瑞德哥 对没错 本来上个礼拜就要发起这个相关的搜索跟约谈行动 不过 那么等到一直等到 这个威京小沈 沈庆青 礼拜一回到台湾 他怎么赶回来 礼拜一 人家 隐 隐正不怕身子鞋 隐正不怕隐子鞋 不好意思 隐正不怕隐子鞋 隐正要接止渴 然后人家回来了 事实上是兵分48路 然后各位 今天的美告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美告是 除了他们的总裁 这个金华城的总裁 这个沈金鑫之外 金华城的董事长也列被告 对 然后更令大家意外的是 就这个本节目的李正浩踢爆 但是呢 就故弄玄虚 让柯文哲把它给捕出来的 应小薇 应小薇 今天不是应小薇列被告而已 他的执行长 应该也是他男朋友 等一下 哪一个 是不是这位王春 他的男朋友 他执行长 韩大哥哥 除此之外 他的两位男女助理 也列被告 哦 如果照理来讲 是议员自己一个人所为 那他一个人列被告就好 那怎么整组都被抓 他整个办公室 有四个人列被告 反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单单他们的办公室 四个人列被告 对 事情大条 为什么呢 不会无缘无故把董事长列被告 不会无故把一个议员 如果按照 还记不记得应小薇 他们怎么讲 应小薇 柯文哲跟黄山山他们怎么讲的 议员便当会 对不对 那应小薇的说法是说 人家来拜托 所以我们就去 这个便当会里面 我提了很多案子里面提到 其中有提到这样子 请问一下 应小薇是哪里选出来的市议员 中正万华 请问一下 金华城在中正万华区吗 松山信义 请问国民党在松山信义区 没有议员吗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许巧新 还记得吗 后来还买了那个地方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房子 搞不好还可以堵更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不找许巧新 为什么不找国民党 为什么是你应小薇 因为洪建义不接 问题 洪建义怎么可能接呢 对 我跟你讲 那一区的没人敢接 接了以后 他搞到中正万华嘛 当然啦 今天我觉得最压抑的是 这个沈信经 为什么 沈信经事实上只要讲说 我从来不送红包 柯文也没有跟我 要过红包 这样就一笔带过就好了 然后就讲自己的 诉说自己的委屈 不就好了吗 对 结果 他竟然抖出说 哎呀这个好市府 就有人来跟我所会 对不对 还说柯市府也是一样 还通过律师 官员通过律师来跟我所会 我一口拒绝 各位完了 今天从今天开始 今天以前对不对 大家都是他自案 什么有的没的办 对吧 从今天开始 沈信经亲自告诉大家证实 金华城就是一个官员 所会贪污自罪条例的 百分之百的弊案 对 我跟你讲 完蛋了啦 整个完蛋 沈信经可能不知道 自己这句话有多严重 等一下 我来念一下沈信经的声明 沈信经的声明是 我从来不送官员红包 更不可能送柯P红包 他那种人 怎么可能有办法谈条件 可是当时柯市府一位官员 透过他人来民事要红包 我立刻拒绝 这是狗咬狗的前兆 虽然检察官跟廉政署 侦查不公开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是柯市府的哪一个官员 透过哪一个律师 是不是 血流成河 一定要交代 像全民交代嘛 对 不然这个律师 这个官员要出来 讲说不是我 我没有这样干 对不对 你们要出来交代嘛 所以这也是哪一个律师 透过哪一个律师 是柯市府的哪一个官员 自己出来吧 因为今天还没约谈嘛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为什么今天晚上七点半突然间 那么民众等下开一个 干部代表大会 为什么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柯文哲搞不好会 记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蒋介石之后 下野 下野 什么叫做下野 我不辞党主席 但是我请假 我就不执行党主席的事 我先阿婆让他 等一下柯文哲 今天晚上党主席 要请假了 这个是蒋介石说的 下野 下野有的人叫他老婆 没有 我先亲家 阿婆人代理 当然是黄国昌代理 还是另外那个中央委员 林富南代理 这个马上就会知道 问题来了 没有今天早上搜索金华城的事 他们会开这个会议吗 如果是单纯的政治先进 都已经吵了20天 整整20天 请问柯文哲 在此之前 有没有说他要下野 有没有他要请假 党主席要上帮扶人去说 对抢要吃曲棍球 我在这里说啦 不要说那个曲棍球啦 那么那天就 去一再去检举的 这个钟小平 就说 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事嘛 我们事先说 不是高空弹跳吗 对 那因为101的董作 最近换了贾永杰 我个人认为 就直接在101的大楼 50层楼跳下来 高空弹跳 高空弹跳跳下来吧 我在下面绝对拍手 我告诉你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 假人假意 假青年假新高 如果有人啦 然后最后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王世坚曾经 很感慨的说啦 身为头号的柯黑 他说啊 如果阿伯进了土城 对 对 还要买便当 我在这里建议 至少到今天为止 还有一个人 对他不离不弃 叫团长 对 所以请王世坚去买 馆长的便当 是 就去看他就对了啦 所以呢 那么今天这个动作 不要小看 为什么 因为这些这么大的动作 大家都会质疑 很奇怪 我们都没什么动作 对吧 对 一口气 没动作 就算了一口气 48个地方 全部都去 然后呢 这些相关的人等啊 哎 我跟你说 上个礼拜 当李正浩 说出应小卫 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以为是很小的一个 穿针引线 或是引言人 这样的 因为我在 对不对 就没想到今天这么大的动作 就表示在捡联单位的手上 有更多的东西 告诉各位 现在半科专案小组是 主任检察官 两个检察官 然后无限的 这个等于说 检察事务官 阿伯真的要得偿所愿了 我要问 等一下问范老师 因为现在呢 今天有两个太特殊的状况 第一个就沈庆青 沈庆青他被抓进去了嘛 被抓进去就 少讲话 侦察不公开 不要惹火检察官 沈庆青就好像发一个声明 他声明比这个长两倍 我这次截图过 精简过了 他说他不送官员红包 但是当时 柯市府一位官员 跟我要红包 我立刻拒绝 而且呢 他还要鼓励年轻人 努力付出 不要向所会无度的官员低头 所以第一个方法是 沈庆青他是不是在隔空窜战 一下说柯P不收红包 一下说柯市府有人收红包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最可怕 柯文哲竟然咬蛇 状况是这样子 今天一早中午之后呢 包含柯文哲民众长的核心干部 什么徐甫啊 陈湛这不谈了 连前核心干部 什么蔡壁如啊 然后什么 包含谢立功 全部被派到进入到民众党 进入到民众党之后 就出现这个新闻 平息假仗 纠着怒火 柯文哲将暂别主席台 致请中平会调查 明天一早 柯文哲会在记者会上 宣布向党中央递嫁单 请假暂别党主席 我怎么看 都像是皇上要驾崩之前 把顾命大臣叫到旁边宣布后世 感觉这个雍正王朝的桥段出现了 当初康熙要交代后世 把整个儿子叫他身边 他说我的遗嘱的遗诏 传命给谁 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后来原来本来是说传给十四子 后来是传给第四子 就是雍正皇帝 这变成历史的悬案 我们今天看到 有一样贺文哲坐在那边 然后把所有的过去的 他连老臣就是流放的那种 蔡壁如就年根咬之类的 都交回来 对对对对 全部交来 我虽然不能说叫交代后世 但是这等于是脱孤 他自己心里也有数 明天的太阳 可能是他看到最后一个自由的太阳 因为他如果明天忽然被约谈 然后被搜压的话 那这个党怎么办 这党如何运作 所以我觉得克文哲他很清楚 就是说现在 你要说二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算一下 克文哲他的政党补助款 就是这次选总统的 一票五十块 他大概有一亿五千两百万 不光这个 另外他选总统的选举 这个补助款 他说三分之一捐给党 也有三千六百九十万 其他上次选市长 等于也有八百五十三万 是捐给党的 第一次 第二次是四百九十万 所以党全不能旁弱 当然了 加起来是两亿零两百三十四万 是 克文哲怎么可能把这么 重要的金基姆 交给一个不能够 相信来的人 哪怕他未来如果不信 他这样克文哲 最后会交给谁 不晓得 而且我们看到 今天他可能要把这个责任 加给他的顾名大臣 对 然后他如果他不幸被收押的话 还可以遥控指挥 顾名大臣是谁 黄珊珊吗 我觉得不是 黄珊珊是属于外臣 因为这个时候才 自己也 尼不上南宝 这个时候才知道 资深的朋友最可贵 对 谁 当然我们知道 一定是蔡壁如 今天蔡壁如跟谢立功都被拍到 进入到民众党部了 但谢立功也算是后来才加入的 谢立功 这两个早就跟柯文哲闹翻 对 谢立功是2020年6月当上民众党的秘书长 隔了两年 2022年前年12月就被赶走了 那谢立功我们知道 他过去是国民党一路栽培的 对 他还代表国民党参加两次的基隆市市长选举 2014跟2018 当然后来落选 我觉得他那个输的有限 他一直以为他前年可以代表民众党参选 结果民党里让谁 里让谢国梁 对 所以谢立功也被骗了 秘书长做不到两年下来 不要忘记 谢立功他为了要当这个秘书长 辞掉了一个国立大学的教职 对 这个母校 海洋大学 那个趋势若鹜的 一般博士能够进到国立大学教书是不容易的 他辞掉 当然了民众党的部分区 结果呢 做不到两年被file掉 市长又不让他选 什么都没有 一无是处 所以他现在当然就是出来逼宫 逼谁 逼黄三三要辞掉他的部分区 所以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会选择 我觉得谢立功因为也是 后来才加入的 真正有可能就是蔡壁如 蔡壁如是他老臣 所以是有可能信得过的人 好 那今天讲的 等一下 蔡壁如 那木兰回首 那人在灯火兰山 没有错 还是老得好 壁如还是老得好 对 其人还是老得好 对 朋友还是老得好 对 这时候患难见争期 但现在反而是 看蔡壁如愿意接个烂摊子 是 蔡壁如如果重新回到党中央 谁倒霉 黄三三桃 对 陈志涵倒霉 你们这些之前批评过我的人 对不对 班师回朝 好 那今天找到应小微 我给他看一个照片 请大哥拍一下 这个照片是 应小微跟谁在一起坐飞机 威京 小沈 沈庆京 一起坐飞机 坐飞机 坐旁边 然后呢 你看 这照片的名字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深圳不怕影子邪 哈哈哈哈 但是你看到 沈庆京 身体是什么 是邪的嘛 在打手机 所以叫做 深邪不怕影子症 对 等一下 什么意思 他们这一班飞机飞深圳 可能飞深圳 可能飞香港 可能飞出海 可是 沈庆京在中国事业很多嘛 对 所以我刚刚讲啊 深圳不怕影子邪的下句是什么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对不对 你今天打铁身子不硬 你自己软趴趴 怎么搞嘛 所以说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应小微被约谈 有没有可能被收押 有没有可能禁得住 检察官对她的询问 这真的要看你的身子硬不硬 对 另外 为什么沈庆京 永远是跟这个 应小微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应小微 他在2010年 当上市议员之前 他是做什么 他是隐心 你讲到应小微的背景 就是重点 应小微说在2010年之前 是电影明星 有什么密心 我们让范老师来跟他解读 时间关系 用广告再回来 欢迎回来新台湾上线 今晚节目没有极限 其实我们早就说了 8月29号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柯文哲能不能熬过8月29号 没想到时光飞逝 8月29号 一下子就到了 对不对 结果在8月28号的时候 检联忽然有超级大动作 开始一个一个约谈 而且至少我们在录影的过程中 现在包含应小微 包含沈庆京都还在约谈当中 接着会送地检手 复训 复训完呢 可能就要升压了 有串供灭阵之余 哇塞 这一下就一路压压压压压到底压好压满 对不对 可是范老师你说 映小微为什么在这局有这么关键角色 范老师个人有独特的见解 范老师你说 映小微她在当台北市议员以前是艺人嘛 是 她是在万华区选的 对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沈庆京对艺术 对于电视 对于影艺 非常非常的关注 是 有一个节目 我一讲大家都知道 也透露你的年龄 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跟沈庆京有关系 他出版的节目 他制作的 但还记得那个节目是谁主持的吗 林峰啊 主持曲 八千里路云和月 好像有点走音 走音走很大 大家恭喜大家的回忆 介绍什么的 介绍中国的山水三川 当时为什么沈庆京 他要做这个节目 就是他要让台湾人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他一向强调到和平统一 他被中国 连中国都认为他是个统派的工商业人士 那他又上过国民党的所谓的这个中常委 2002年的时候 跟国民党党务紧密相关嘛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为什么这个 我看你什么时候会扯到跟易小微有关系 所以沈庆京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案子 他跟易小微常常从进投出 为什么我们看到 为什么先讲出 金华城的事情 董事长看就告范老师 这个是私交胜赌 什么叫私交胜赌 关系肥浅 为什么什么叫关系肥浅 我就没有跟你一起搭过飞机 而且坐旁边 每一次的会议 只要是金华城的 他这个是无意不语 那我们要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不是只有 易小微被收押 被约谈 连他的办公室主任 连他的助理 表示他是一个 结构性的组织 不是只是单一的议员 因为有些议员 他不愿意把他的事情都告诉他的助理 或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因为怕引来他们的怀疑 表示什么 这件事情是长期 易小微运用他的办公室 在帮这个金华城 在处理很多事情 好 非常谢谢范老师的分析 真是太怪 第一个大动作搜索不怪 我们都已经预料到时间早晚 第一个沈庆庆忽然发了一个声明 发声明说 我没有给红包给柯文哲 这怎么看都是叫柯文哲说 放心 我进去会摇死没给你钱 然后第二个声明说 我有你们柯师傅 有人收我红包 怎么样都好像在威胁什么棚啊 什么什么黄啊 说你们嘴巴给我紧了 不然我会慢慢把你尿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声明 第二个柯文哲更怪 怎么突然咬蛇指引了 他突然 这是靖周刊 靖周刊的独家 2024年8月28 今天4点43分 就我们开录前一两分钟的独家 内容说 柯文哲要暂别党主席 致请中平会调查 那很简单 我柯文哲今天要开会 说我要暂别党主席 对不对 他要指定接班人 他要担心什么 他是不是担心 明天或后天突然被抓走 来不及指定接班人了 居宣委员 第一个沈幸运这个声明 他一定事先早就写好 对因为他很长 他不可能今天在被搜索以后 才发出声明 炸的准备好了 就是说 如果真的检掉冲上门来 我这张就要发出来 那这个内容 会不会有稍微有管道智慧一下 那个民众党那一边 柯文哲 柯文哲那一边 我是不知道 对 但这个意思很清楚 就是不要淋 我没说 不要担心 因为我从来没跟官员 妥协或送过包 我老审八十几岁扛得住 所以这个声明 大概早就准备在抽屉里面 就看你检掉什么时候上来 我就发出来 对 陈建均表示 这个就是他被检掉训问 他的态度就是这样 对对对 但是他有提到柯文哲的官员 去跟他索会 哎呦 应该一般官员也不敢 对 对不对 你没有相当成绩 那个柯文哲跑去 透过律师去找 这谁敢 对 对不对 而且一般为什么不敢索会 因为这个案子不会过嘛 对 这很难过的案子 你索会一定办不成嘛 对 是不是 一般索会都索那种 办那种模模糊糊糊 对 就是说 我有机会帮你的 我给你准备 案子被打枪 那我怎么办 你越化 越瞄越黑 越黑啦 你到时候看怎么圆这个部分 对 否则照理讲 有官员去索会 柯文哲的名言 柯文哲应该知道什么 对 不然你就要细细的 对 你做什么老大 对 我认为 如果 沈清清讲的是真的 那表示呢 这个官员一定是 认为有可能会过 而且层级要相当高 那就是副市长啊 对 我们是不知道啦 另外就是 柯文哲会出庭嘛 这必然嘛 对 今天已经乘了很多人 领了很多人 柯文哲是用什么新闻 应讯啦 简单关系 被告还是正的 被告还是正的还是什么 还是 很无人 对 如果 副市长啊 比较 議員啊 比较 连议员的助理都被告 对 那你 柯文哲 绝对是被告身份 难怪今天要说要暂时主席 对 所以哦 这事情柯文哲你撇不清嘛 绝对是被告身份去的嘛 再来 进写的 柯文哲要暂别 诶 请假党主席 哈哈哈哈 这 绝对不是为了 那个媒体标题写 什么什么什么 平息假账风波 什么政治现金账算不容 政治现金哦 他都嫌借稀借 这什么 这事情比起来哪有那么严重 对 绝对是为了金华城 哇 所以柯文哲 他说他在准备效果 是为了金华城 对 那金华城柯文哲 他会找谁商量 第一个 他一定会跟他的律师商量 对 对不对 那他的律师 听说啦 听说啦 我有梦到的 那律师有跟他讲 事情很严重 哈哈哈哈 他看新台派就好 对 这要律师讲 对 事情大条了 不然你看 蔡秉璐脸上的笑容 就知道事情 就知道事情很严重 对 你当然要挂金交代好谁 那他会交代谁 也有可能是一个 代理党主席小组 不然你拜 你拜 何义智 倫子主席 对 不然大家一起来 看起来 柯文哲 在党团里面 他唯一可以信任的黄珊珊 黄珊珊 因为假账风波被停犬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也不能代理 对齁 对齁 那一年 那五四三的 麦玉珊 麦玉珊 龍果生托 他要去电话上 敢给黄国昌吗 绝对不敢 黄国昌 但 黄国昌 请假就变请辞了 对 永远回不来 所以 柯文哲 他这个所谓 请假 绝对是 为了 精华城 绝对不是为了假账 对 而且他指定的人 一定是他可以完全控制 他可以随时 那个复刑事事 对 复刑事事 他随时可以来当党主席 只是啊 还有一点 我们要看后续发展 因为简单官对于 沈金金你发这个声明 被他看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 对 这可能就会收压 对 不要假 假聪明 对 自以为是 你以为这样乱发 这反而坐实的 你可能会串正的可能性 对 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大条 可是问题是 我们刚刚看热闹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电视机前面 已经笑得开心了 对不对 人家坏蛋 可是现在要看门道 到底这里面有什么 土力精华城的地方呢 今天有新的发展 原来应小微 开了两个 真的是神秘的会议 这不是什么便当会哦 是在应小微办公室召开的会议 金华城的董事长到现场 台北市政府官员也到现场 他们到底瞧了什么 说了什么 好我们看相关报道 我发现我只有盖了两个帐 还是三个帐 他剩下的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 都市计划委员会 专案小组他们就去处理 我都没有再去破文了 针对自己任内的金华城案 柯文哲表面说得云淡风轻 但随着连简大动作搜索 金华城案这把火超高容积率 变更争议恐怕烧向柯文哲 司法明明就是 法院就是判决市政府胜诉 可是柯文哲还是硬要 用容积奖励 换一个方式给金华城 议员直至前副市长彭震生 已经证实金华城案是柯文哲交办 全用都更条例也是柯文哲盖章决行 尤其看看北市其他商城 获得容积率情况 就可以看出柯文哲有多偏袒维京集团 文华东方捐公园用地 提供社区集会中心 获得445%容积率 就连台北101取得752%的容积奖励 也是协助建设捷运站及行人天桥 廣场并更改设计六次 才得到最终方案 对比金华城拿向天价840% 史上最高容积奖励 却就提供停车阁和任养公园 似乎不合理 在柯文哲任内八年 容积三阶段长胖 第二阶段是从 从五百六长胖到六七二 然后再从六七二长胖到八百四 因为五百六长胖到六七二呢 它走的路叫做 發明自创容积奖励 不過魏京集团也發聲明喊冤 事件争议三十多年 主因在法令切缺地方政府修法速度 跟不上社会环境变化 企业成为政治人物 俠院报复的牺牲品 强调捐出大量土地 捐款兴建公园和公益设施 不任容积奖励 柯市府有毒后 進化成 阿川 因为今天媒体有说 有两个会议神秘会 两次邀官员办公室开会 吹声方案式自创容积奖励 方案式这个太复杂 我不用讲细 就说什么绿建筑啊 什么什么一大堆了 就给进化成八百多容积奖励 这个两个会议在媒体上特别说 2020年6月23日开支会 7月1日开支会 结果这两个会都被我们新台北上线 独家取得了 这两个会当然是关键 可是这两个会之外 其实应小会創这条創23岛会 23次会也被我们独家取得了 从107年到109年 总共开23岛 里面有什么人参加的 刚才刚才 等一下我讲一下彭前副市长 在这里 彭前副市长 在这里 柯前市长 柯前市长 柯前市长这一场 对 那个彭副市长没有参加 没有 对 他不是躲到最后一次才参加 对 他参与了这两次之后 他知道后面不能参加 对 所以柯分出这一堂 他没去 好那这两个会议在干嘛呢 这两个会议就是那一个自创容奖 绿建筑 在这个会议里头 各位看六月二十三这个会 对 这个会说 请陈青人 提出绿建筑建筑 这一些 然后呢 来让都市发展公益规划 构想方案 送给都发局 转都委会 并案提到引力 这一场有都发局 跟都委会的 对 那这个结论谁下 硬小微压着都发局下的 下完之后 都发局跟都委会要不要点头 要 要嘛 因为他就想照绿建筑 建筑设计特色典范 及退缩建筑等奖励规定 提出来 我们就给你龙奖了 对嘛 你提出来 好提出来 这个是六二十三号 过一周 而且你看到陈玉坤也在 陈玉坤是董事长 这个案子董事长 这个案子董事长 六月二十三号讲完之后 七月一号又开一次会 这句话叫做加强 加强 就是说六月二十三他们送了 对 写料不好 对 所以七月一号过一周而已 马上又开一个会 请曾经人加强公立性 公共性急 未来对都市发展的贡献 竞说明 竞速送都发会 代表什么 代表当时这个都委会 跟都发局说 好了你送 送送的报告消了不好 消了不好 都发局一直跟都委会 一定想要看 没办法 所以七月一号 再开一个会 说 里面多切一点 搞什么东西 这样大家都很难做 才会下这个结论 他就是把都发局又叫过来说 你说要公立性 我现在已经叫他们加强 加强 再推荐 所以这几个案子就是 这两次的会议 就是这一个案子的关键 那这几次的会呢 都是刚才刚才 又开这个都没效 最关键 从这个彭副市长一出现 开始六月二十号 到了隔年 隔年的二月十八号 其实彭副市长有参与了 这个协导会 这个协导会 这边以前其实都没效 都没效 因为彭副市长知道这不怎么 对 到三月十号就是第一场的便当会 柯文哲召开 哇 很加速 那柯文哲各位记得 他的会议记录说什么吗 请他送 各位记得吗 三月十号的会议记录 对 请陈青人将诉求方案 韓宋都发局 对 代表说 当时都站住了 我们报告也都高了 我都死了 你们刚才刚才没意见 好 回到刚刚那一章 所以柯文哲在这个会议里头 做什么事 形式上你还是要送进来 对 你送进来 当时都聚好了 当时这个会议 都跟你说要怎么识 识到没好 又开一家会 叫你加强 你也都用好了 这个会就决定说 那你就送进来 我跟你讲 你知道这个会是什么会吗 是市长画鸭的会 没错 大家都聚好谁 谁画鸭 柯文哲开了这个会 明天就被抓进去了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议员开的会 下的结论公务员只是尊重 对 就是市长开会决定下的结论 公务员就照办 没错 所以这个会 在形式上 就是让这个会 我们上次讲 开绿灯 就是这个会 那这个会完了 都看到 3月10号这个会完之后 来 各位看到这个6月23 跟7月1号 这两个 都发局都委会 就是这两个会 然后又继续吹 继续吹 继续吹 吹到没了 这个案子就过了 所以映小灰 开了23次的会 然后今天 3月10号完 4月21号 又把易小灰叫过来 对不对 这我们之前都讲过 都发局还在拖 后来就叫都发局当PM 对不对 然后后来2021年8月10号 还在拖 柯文哲 易小灰又开始会 直接把彭正森叫过来 叫彭副市长当PM 对 而且这个会 这个今天被抓走了 被被叫走 易小灰 这个姓王的助理 也被叫走 这个姓武的助理 也被叫走 所以这几个会 都是这几个人 你看 这几个也是啊 易小灰 王尊坎 吴顺明 这些都是同一批人 对 所以监察官 今天去叫这些人去 后 搞不好今天晚上第一位 有人会被收押 柯文哲 明天就在拖 好 分享一下阿川 请阿川回来问一下 到底下一个 会不会是柯文哲呢 下一个如果是柯文哲 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呢 时间关系 就上广告 快去讨论